你的事 我不得多多操心呢 我的事啊 不必你瞎操心 知道吗 那我可得提醒你了 我记得书上说过 什么 有花 堪折 直虚 乱用比喻 你把高当人当女人了 随便啦 你可别因为脸皮薄 而便宜了别人啊 小姐 那个疯子又来了 你干嘛总鬼鬼祟祟跟踪我 你到底什么目的 我警告你啊 最好别再让我看见你 否则 立马报官抓人 放心吧 以后 不会再有这种误会了 我需要你回事 写人啊 这不仅是我的 你回事 我去看了 我吃了 我去看了 你给你回事 你来 我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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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主动来找本尊 是不是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我已经想好 宁儿 为了我受了两世的情苦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执念 而剥夺了他的幸福 所以我打算放手 看来经过多年的沉淀 你已经看破了秦关 这对你和宁儿都是姓氏 既然你已经放下了执念 那有没有考虑过重返天界 先尊 我今天过来 是想让您 帮我找到转世的寒烟和复娶